在美国你的individual个人或者说公司 还有你的trust什么的这些都要报税的 那么报税的时候一般就是两个层面 一个是federal的level federal income tax或者说state income tax 这两个层面一般都要报 那么从federal的角度讲 就是说哪些税需要报呢 首先我们所有earned income是要报税的 你的工资啊你的消费啊 你的公司给你的bonus啊等等 你的这些包括你的business的income 如果你有些人就有个side business 或者self-employed什么的 你这些都要报税的 所以你earned都要报 第二个类呢就是说你所有的收到的 不是说有一部分或者大部分 你收到的钱你也要报 尤其是和退休计划相关的 比如说你的social security 还有你的smail care收到的钱 distribution IRA 你的pension 你的annuity等等 好这里面的taxable的part 你都要交税 好然后这个是要没说 第三类呢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投资 和你的saving 这个盈利部分也要交税 比如说你的capital gain 所谓的还有taxable interest 你放在银行的钱 那么像我们华人喜欢买房子 对吧 你的房子的增值部分 你卖了以后你要交税 然后你的这个 华人喜欢投资股票 你的股票 你增值的部分 没有什么方法都要交税 好这一部分是要交 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estate 就是说或者gift 你比如说你人去世了以后 你要留给家人和孩子 把这个资产传给他们 那你是要交税的 你就是死了以后还是要交税 然后你的gift的话 如果你是超过一万五一年的话 你也要交税的 可以等等这些税 那么大概是这几例 但是呢 federal这块有一个很重要的税呢 就叫payroll tax 大家可能听说过 就叫feka feka呢它主要就是说给我们现在 就是每次我们工资中的一部分呢 7.65号 就是我们的这个employer 给我们result 直接交给IRS 他呢就是用作cover 我们以后推休了以后的 这个social security benefit 和我们的medicare 医疗保险这两部分的 所以这个税呢 也是大家一定要交的 你就直接就是说你的1040的 这个老板就给你拿走了 雇主就给你拿走了 对 所以就是 这就是首先我们从federal的角度 要交的税 那么从state的角度讲呢 也有要交税的 就是income tax 就你federal已经交过了 你这个可能在state还要交一遍 比如说在某个人之间是5点几 对吧 加州是13点几 就是不一样到每个州 然后你还要交这个propriate tax 是很大的一头 因为我们大国人 住在某一个州 你是有你的house 对吧 然后你还有rental house 什么的 这些propriate都算叫propriate tax的 加起来也是不少的 还有就是sales tax 是很大的一头 我们大家吃饭啊 去总裁的餐馆啊 去这个买衣服啊 什么你所有的要交税 大家都知道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county tax euse tax whatever 各种可捐杂税 当然就是说state tax呢 在美国有7个州呢 它是没有民航tax的 因为大概就是像 虽然特斯的华盛顿 华盛顿州 阿拉斯卡 然后这个 还有特杉斯 还有这个 就是阿拉斯特杉斯 朱罗尔达等等 我们7个州都不交银行tax 然后还有两个州 一个是New Hampshire 还有一个是Tennessee 它是收你的 taxable interest dividend的那个税的 但是呢 虽然它这些就是 银行tax 我们的呼叫 但它其他的税可能会高 所以就说也是个trade off 这类号 我是就是1990年 从国际航来到美国 两年前的这个 一个我来的机会呢 我就开始接触到 Southland Park 的这种表情 然后也是给大家做一些 数据画的文化 然后就下听 菜单的这些文化 那么数据计划什么的 八十六个月 估计划什么 估计划什么 我可以把你做出 那是